如今32岁的陈毅凭借陈湘如谢一跃成为八月男友 算得上是大气晚成 从跑龙套到如今的男一号 陈毅的成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 曾经有人否认过他 也有人质疑过他 如今陈湘如谢的应援一决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古装男神 考古大学一年级就会发现 原来陈毅是这样一个真诚又努力的男孩子 而他的努力终于让导演看见 2016年出演的《青云志男二号》 这也是他第一次作品受到广泛关注 而他与杨子的初识也在《青云志》剧组 而剧中林青宇与陆雪奇的戏份也是不少 加上两人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自然也是在片场很聊得来 而如今湘十六年再次合作 两人都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炙手可热的男女演员 而回顾起之前拍摄《青云志》之时 成毅就因为保护杨子而受伤 导演还开玩笑地让杨子以身相许 如今六年之后 成毅在陈湘如谢片场 依旧是那个暖心的大哥哥保护着杨子的安全 陈湘如谢中当杨子遇见成毅一向以幽默有耿王之称的杨子同学 也只能说是甘拜下风了 没想到溪里如此隐忍高冷的帝君 在溪外却是如此的过躁外向的成毅 梁小志在片场的互动真的是永远看不够 更似停三的陈湘如谢也是让咱们好等 如今也只能靠花雪来续命 杨子和成毅虽为多年好友 但在剧中的CP感 想必各位观众已经见识了 陈湘没有更新的日子 如今咱都得了相思病 每天守着更新的日子真的好苦 而从《青云志》到陈湘如谢 杨子和成毅算是见证了彼此的一路成长 一起从男女二号组到如今男一号女一号的位置 真的有一种互相成就 然后顶峰相见的意思 而大家都知道 关于杨子常常被男演员调侃式体重上线 而成毅却在片场轻松抱起他 还称真的非常轻 可以保护好杨子 可见两位都是真诚的人 而成毅也爱在片场时不时的逗杨子 模仿他讲话 这样的剧组氛围实在是太好了 那么看完这些 你喜欢陈湘如谢这部剧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